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回到我頻道的遠無球教室 上一集教了大家怎樣做一個正手的推球 推直線和推對角 今集我會說反手的推直線和推對角 我們做一個反手的推球的時候 跟之前的撲球都一樣 都是先做一個起動 加一個電步或拼步 最後就是跨出去 留意就是我們推球 因為都是比較主動的技術 所以我們的速度比較快 亦都要撐住個人 盡量拿一個高一點的球點 你才可以爭取多點時間 把球壓迫到後場 跟正手一樣 我們要很注意出版的位置 放網或推球 勾對角也好 保持網前出版的一致性 對手才不會那麼容易猜到你想打什麼球 我們做這個反手的推球的時候 我們會拿回反手的壓迫 跟我們之前說的最基本的反手壓迫 是會有一點點不同的 因為這個是比較進階的技術 我們會多了很多不同的角度 或者不同的法力的速度 我們這次都是壓迫反手的板 但是會把手指偏向放在闊面和雜角中間的位置 放在角落上 我們食指也不需要完全黏住中指 我習慣把它分開一點點 我們法力的時候 其實這兩隻手指都會用到 一推出去的時候 就會用食指壓迫緊支板的力 可以令到你打球的時候 動作會比較細一點 注意這個壓迫的方式 跟之前教大家的反手壓迫的方式 會有一點點不同 我這次也會先說一下反手的推對角 之後就會再說反手的推直線 推對角和正手那邊一樣 我們出版的時候 我們支板要拿開一點點 感覺好像是打球的旁邊 在旁邊外面推進去 大家要注意這個出版的角度 在直線的推球的時候 跟剛才一樣 出版也是一樣斜斜的 手腕要咬回後一點點 如果我們不咬後手腕的話 我們很容易會把球打到中間 沒有辦法打到邊線的位置 我們回後那一刻 感覺好像在這個位置 即是旁邊畫一個圓圈 咬後完之後 大概這個時候 那個板面的角度 就會跟網 和球是比較平衡的 如果你拿到這個平衡的角度的時候 就會容易點推一個直線 要注意我們身體和正手那邊一樣 都是打球的時候順勢要壓前 就可以爭取到一個直線 打得很直的一個角度 以下下來 我也是會分幾個重點 去令大家容易理解 究竟反手推球是怎樣做 和怎樣發力的 第一個重點 都是手指手腕的運用 我們上一集正手 都跟大家說了 很多朋友都會混淆了手指和手腕 反手那邊其實都是一樣的 擊球之後呢 我們是用手指拿緊支板 令到那個手腕不會好像滑了出去 就可以比較容易點 控制到你出球的方向 第二個重點 都是你出球的角度 亦都跟正手一樣 很多朋友很喜歡正面 把球這樣撞出去 只要那個擊球點低些 或者球速來得快的時候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就很容易把球撞出去 或者壓下網 我們都是出板的時候 先把板面斜斜地擺 然後去接觸球的時候 才開始壓著板面 打完球之後 順勢動作就要收緊 可以令到你容易點 控制你推球的弧度 如果我們想把球推平一點 我們就早點把板回過來 然後收著 就可以打平一點 對手的位置準備得很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遲一點才回之板 先把板面向上一點 打的時候 稍微有一點點向上頂出去 就可以打一個弧度比較高的推球 第三個重點 就是因為這邊是反手 很多朋友都會很怕自己不夠力去打球 看到你出手的時候 就會把板拉到很厚 希望用這個拉板的角度 讓自己有力點把球推出去 很多朋友出板的時候 把板已經拉超過你的手腕後面 如果真的不夠力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個向後的拉板 我們是先出板到你要去打球的時候 先快一點點用手指手腕拉後 借身體跑動前面的力量 壓前出去 很多朋友就會誤解了 以為反手拉得越厚 打的時候就可以推得越快 有時反而控制不住 很容易把球打出界 最後一個重點就是做一個推球 其實無論正手或反手都好 我們去到要打球的時候 我們要記住用多些腰腹的力量去撐住人 推球其實都是盡量想爭取一個高一點的擊球點 把球壓到後場 如果我們出去的時候 沒有用腰腹的力量去收住 很容易一到的時候 人會倒下去 就會影響你的手 也會把擊球點拉下去 出去的時候 腳用力 腰腹用力去撐住人 你就可以爭取一個高一點的角度 快點壓迫對手去到後場 快點壓迫對手去到後場 大家記得回去做多年一集 做好我們往前的推球 其實無論是丹打或雙打 都會為你帶來很多 取分、進攻的機會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 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給你的朋友 按下鐘就可以第一時間看見你的影片 下條片再見 拜拜